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吴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参加幸福九九窝北车全林宅的启用仪式 肯定团队持续打造全林友善宅幸福住屋的服务模式 让高龄长辈能够租到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并且获得社区服务和照顾 吴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前来参加幸福九九窝北车全林宅的启用仪式 将旧旅馆重新改造提供友善租屋的幸福九九窝 目前又完成了一个位在怀宁街的北车全林宅 让年轻人到高龄长辈都可以根据需求来租屋 协助解决高龄长辈租屋却遇到歧视的问题 也希望透过这个新的租屋模式提供全林友善宅 让长辈能够安心安全的在地老化 我上个星期特别去找了Henry 因为大概一年多前 我就去发现他们这个idea真是太棒了 然后怎么样来协助台北市有这么多的旅馆 因为真的是因为一起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第二个就是太多的长辈 其实是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公寓 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在这方面努力了非常久 然后让长辈能够住到全林宅来 而且他可以租到一个适合他的房子 否则老人家在台北市几乎租不到房子 然后他租出来之后 他才能够让他自己更安全 我想这个是台北高龄化第一个最需要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方式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smart 就是让长辈出来之后 然后又提供他很好的社区服务 社区的照顾 那第三个就是长辈自己的房子呢 他们还有团队可以协助他做后续的处理 不管是包固代管还是都市更新 所以他等于造成了一个住宅recycle的概念 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在这个全林宅里面 找到更好的基础模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将来台北高龄化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模组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Henry 他们在台北市 我还特别去找了很多旅馆看看能不能美和他们去接 就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 今天看到这一栋又成立了 那我希望还有更多的下一栋 也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说 他能够到一个全力宅 换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然后又可以让他自己的房子有都更的意愿提高 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第一部 第一部曲要做的就是 先能够提倡所谓的age in place 就是在地老化 那所以说当我们在一个合适的地点 就是有这样的建物的时候 那其实当地他们都会知道说 原来这边有适合我们 就是适合长者去居住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他们其实慢慢就会去接受 说他不一定要坚持住在自己的家里面 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电梯 对那所以没有电梯的情况下 他的行走不变 他移动不变的时候 他就是会变成在家 去身体的部分 其实他的会慢慢的 就是会比较衰败 对那所以说变成我们现在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很多据点都能够去成立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慢慢可以去知道说 其实我就住在家里附近 但是不用住在我原本的地方 那可是家中的家人 他其实可以每天都来陪 每天都来互动 只是睡觉的地方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形态的 就是这个目前来讲 对于也比较适合台湾的社会 因为你要一下子盖那么多住宅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消耗我们社会成本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 然后甚至这也等于是一种活化 就是可以让没有再使用的房子 他去做一些活化之后 对那降低了大家 对于这件事情的负担跟成本 那这边我们在这个馆 我们特别在新增了一个很特殊的服务 就是关于健康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预防摄影治疗 所以健康管理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的 就是说新加进来的元素之一 那这一次我们是跟那个英华达 还有高一去做合作 那旁边那边有个全家保服务 待会就是各位来宾 也都可以去那边 去做一下体验跟了解 那里面也有提到说 我们整个跟高一 怎么样子去做健康管理的这个串联的部分 对那他其实就可以做到 当我们如果把健康管理这件事情做好 其实可以降低 那大家有没有一样关于一件事情 就是长照的费用 绝对可以有效的去下降 因为已经一旦进入长照 他本身他其实那个 你很难再逆转 你很难再逆转成一般的状况 黄珊珊说 全林宅的营运规划 将成为社区照顾据点的新模式 未来如果能当选市长 将在税务与法务上提供更多协助 然后交给这个年纪的团队 然后他们非常认真的 专心的 真心的在照顾这些 全林高龄的长辈 在他们的这个旅馆里面 他变成一个我认为将来 未来台北的生活新模式 将来我都当选市长 我希望能够在市政府 不管给税务法务的协助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这个社区服务 也会成为台北市将来社区 照顾据点的新模式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动 今天又多了一间 我们希望台北市越来越多 然后因为政府该设的速度 是赶不上能老化的状况 然后年轻人在台北市又面临到高房价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现有的状况下 高龄少子最好的方案 所以要恭喜Henry 你们今天又再多了一栋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整年可以来参加好几次这样的开幕典礼 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 谢谢 那在政府那边的话 其实 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成本 像这些生活上的水电啊 就是这些民生的这些部分 或者是一些税务上 那其实就是 如果可以给予一些相对应的支持的话 那其实对于这样子的 商业模式 它的经营的这个风险 其实就会降低 那也可以增加更多就是能够投入这个商业模式 或这个产业 这样子的一些伙伴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使用这个 我们目前是这种是叫商业模式 比如说商业经营的话 那它的房屋税低价税等等 它其实都会变成是商用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成本 那以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租金 它也都是需要去缴所谓的营业税 跟营业所的税 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变成自用 甚至是免征的话 那其实就会对房东 或者是对我们经营的业者来讲 它就会有效的降低所谓的经营的成本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成本再回馈在 末端的租客身上这样子 另外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 也受邀来参观北车全林宅 对于软硬体各项设施感到很满意 我都很期待 未来这样子的概念 这样的社区 它是普遍的 甚至它不一定是出租住宅的集合社区 它在一般的民间的集合社区里面 集合住宅社区里面 其实就可以内设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事情普及 就像我们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政府 我相信内政务绝对是用最开放的态度 来跟大家讨论 不管从建管 不管从税负 不管从各种补助或相互的沟通 其实我们都没有间断过 但是真的不容易 我真正有年经历想这件事 还是需要大家先踏出几个model 我们收敛这样的经验 幸福99我指出 面对高龄少子化的社会 团队将努力提供幸福租屋体验 除了解决高龄长辈换屋的问题 也期盼促成落实都市更新与居住正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呼吁民众 关心青少年自杀防治 日前在台北市城市博览会 举办鲸鱼香檀室活动 邀请青少年人气YouTuber 一起上学吧 成员子楼 罗念以及智商心理师 一起探讨时下青少年 对于情绪的经验和想法 青少年心中的想法 您了解多少 每个人对于情绪排解的方式 有所不同 如何不因情绪抑郁 而走向自杀这步 是无论年龄都应该注意的议题 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 就请到智商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身为当事者或是倾听者 该如何做 更能有效解决问题 我想这个大概是不止青少年 每一个年龄层 大概都会有这样自杀的 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在青少年朋友里面 我觉得我们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在有很持续上升的一个状况的话 大致上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刚刚影片里面提到的 很多青少年朋友都会觉得说 反正我碰到问题啊 好像跟人家求助我 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丢脸的事情啊 好像是麻烦别人啊 那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 今天开始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有些青少年可能会告诉我说 我觉得其实我有讲出来啊 可是都好像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听或是我得到的回答 不太一样 那所以这个例子再也告诉我们 说出来很重要 青少年人气YouTuber一起上学吧 成员 紫柔 罗涅也分享亲身经历 并且在担任制下方知中心的 街头访问主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学生 在学业 课业 还有同才交流 同时兼顾的时候 有一阵子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要自我排解 因为很多负面情绪种种而来 感觉怎么忙都忙不完 那时候我会选择用哭泣来发泄情绪 就躲在家里自己哭 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 还有好好的睡觉 我觉得好好的让自己有休息到 整个心态也都会好起来 影片出现过的有一个女生 她有时候她跟家庭 就是沟通出了问题 就是她分享自己的想法 但是家里却不赞成 她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受到尊重 因为我自己学生实习的时候 与家庭也有一种 而世纪大征战的感觉 与他们沟通 然后是用当下是用争吵的方式 我才好好的把自己的想法 全部都说出口 我觉得家里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刚我在影片里面说到位前 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 我最负面应该是我国中那一段时间 就很低潮因为家里的事情 但是后来就是我慢慢走出来 不会再那么现在难过情绪 是因为我找到一个就是宣泄的出口 就是我会跟我的信任的好朋友聊聊 然后告诉她这件事 然后她愿意听我讲 然后给我一些正向的回馈之后 我就觉得其实我难过那件事 也不是那么的我想的这么严重这样 所以我就是后来长大后都会学会 其实我有难过的事情 应该要学会告诉别人 不是把她闷在心 因为我以前都会闷到一个 就是把自己闷坏了这样 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对妇女 就是刚刚有看到 他们感情好 我印象很深刻 我没有说要访问她 远远这样走过来 我说要不要找他们 因为我还不确定 他们感情好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爸爸跟女人 因为他们就是勾着手牵着 这样走在路上 我以前就是我没有 我跟爸爸没有这样相处过 然后爸爸是比较严富的一个存在 会蛮羡慕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爸爸 我应该会很常把我的一些心事 当做朋友 这样跟爸爸分享 我想负面的情绪 或是低落 心情不好 绝对每一个人都会有 不会因为你的职业是心理师 是精神科医师 就有跟常人有所谓的 所谓的一般人有所谓的不一样 我想是不会的 但是就是说碰到这样的状况 大概是要怎么样去处理 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表现或症状 当然就是 我已经跟 从谁在我的脸上 你要看出来 这个人好像 就心情不是很好吗 那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焦虑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心情不好 这一段的人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提醒的 你要开始随着去说出来 随着说出来 你会发现 你只要有机会说出来 大概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 那很重要 就是包括刚刚影片 还有我们两位 这个我们很年轻的朋友也都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有说啊 我有尝试想要说啊 但是他的那个态度让我觉得我不敢说 或是我不想说 或得到回应让我就觉得说了没有用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部分 在听的那个人 我们不要去当那个我们很习惯的那些大人 就好像常常会说人家小朋友 或是年轻人在跟我们讲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跟人家讲说 你就是想太多 或者是说 你就是这个年轻人哪来那么多烦恼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 好像人家都还没有说出来 你就直接把人家这样的状况去否定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会让反而让我们年轻朋友 更不愿意去说出来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还是要说 就是听的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他已经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回应 就是取决于了 这个我们能不能继续帮助 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朋友 所以请记得 现在如果有人跟我们说 我心情不好 我觉得我们在展现关心的态度 反而应该是说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我可以继续在帮你的吗 依据卫福部统计资料显示 全国110年自杀死亡人数 及自杀死亡率已连续下降四年 然而其中15到24岁青少年 自杀死亡率 人占十大死因中第二位 显见该族群的自杀防治 刻不容坏 智商师也说明 若遇到身旁人 有情绪困扰或心情沮丧时 可以透过这三步骤帮助他人 让大家比较方便的去记忆 那大家知道这很简单 就是三个步骤 叫做一问 二硬 三转介 那第一步就是问 问其实就是展现 我们关心的一个方式嘛 对不对 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提醒大家说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不会发现到 他其实都是用问题 来展现我们的关心 为什么用问题呢 为什么用询问呢 他其实就在告诉你 我愿意听你说 我还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 所以是问 然后第二步呢 当然就是人家说了之后 你都要做回应嘛 那回应之后呢 很重要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在提醒大家的 请听才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当那个 我们太习惯的大人 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应该怎么样做就好 我们还没有听完 他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记得回应是很重要的 再来第三个 就是我们刚刚两位都有提到的 他不是这个人 他刚刚有提到 包括1925专线 包括我们自杀房子中心 甚至你身边的师长 身边的这些朋友 他们都是可以帮忙你的一个人 所以转介 你有很多的自杀房子的资源 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所以这是一问 二应三转介 其实您只要记得这样 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 1925 然后这个要怎么记就是 1925就是依旧爱我这个专线 它就是可以给 如果假如你今天真的找不到一个人 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选择打这通电话 因为他有专人24小时 全年无休 然后免费的专线 就是他是可以听你讲话 然后陪你要聊天的一个专线 因为你真的有时候生活中 你找不到一个人 可以去气嫩的人讲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找一个完全 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的人来讲 你会觉得反而比较安心 是否与自杀防治中心 期盼透过各种宣导 借由不同管道伸出援手 接住每一颗即将坠落的心 记者问准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欢欣您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动剧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适合大人小朋友一同观赏的星球展览 结合儿少面临的网路安全 霸凌心理健康等议题 透过互动体验带领亲子调为相同频率 解答孩子和爸妈的大小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特别抽空看展 关注议题 站在镜子面前自拍 却没想过一双双眼睛 正在黑暗处盯着你看 犹如网路世界存在的为之恶意 非法盗用个资 或将个人隐私当作威胁的工具 这正是当今儿少使用网路时 常碰到的问题 俄福联盟举办的擅长调频的 泡芙同学特展 以倡议星球为主题 探讨儿少的网路安全 霸凌心理健康等问题 将亲子调为同个频率 一同来了解儿少世界 我自己也是孩子的爸爸 所以是边看边检讨 我相信市长也一样 我刚刚在跟警长讲 我们有多久没有听小孩子 就是小孩这么的心声 可能我们一两句话 到小孩长大都会觉得 以前爸爸就这样讲我 那个我现在也在回想 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讲过我什么 其实他真的还想 不管是鼓励的话 或者是责骂的话 其实会留在心里面很久 这表示说我们这次的展览很成功 其实每次看到儿童权力 觉得很生硬很遥远 但事实上他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那我们也希望说 走进来的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可以得到 其实应有的尊重 或者是其实我们说的调频 不用这么严肃 就是只要我们把频道调整好 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的心声 我们接受到孩子的心声 其实大人自然就知道 要怎么调整 这一次儿谋呢就是想要透过 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表达儿童权力 这件事情不是很遥不可及 很生硬的 希望每个人走进来 看到这个体验展 他就会有所感觉 其实大人都很想要听听孩子的心声 有时候只是把频道调好了 我们就会知道孩子 其实可以在游戏里面成长 然后比如说他的隐私权 我们也应该要尊重 还有我们留意我们所有的言语 就是语言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有机会给孩子表达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在乎孩子身心的健康 希望他快乐的长大 这大概就是儿蒙这一次展览的最重要的目的 事实上小朋友或小孩接触网路的时间 其实越来越长 那大概几件事情社会局这里会跟教育局合作 有一些基本的网路安全跟网路知识 大概是下一个阶段的重点 因为时间一直不断的拉长 第二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像刚才有跟警察聊到 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只是维护自己本身的安全 有的时候可能碍于同才的压力 我们可能不小心这个我们的小孩子 可能在网路上也许不是完全是被霸凌的对象 而是不小心因为同才的压力 变成了霸凌别人的这个其中之一 我想这个相互之间我们都会一起来留意 整场内还有能激发无限想象力的建构式玩具 让孩子能跳脱游戏的框架 自定游戏规则 另一头的文字压力仓 则形容言语伤害的重量 牵藏的杀伤力压迫至无法喘息 告诫着大人们对孩子的言语 必须慎重而出 展览中间的大荧幕是孩子们的宣泄管道 将不敢说出口的话 透过虚拟人物传达 学习为自己发声 尔蒙在讨论在提倡这个 大家注意反霸凌的这个议题 那大概每两个孩子 他们就会有涉入网络霸凌的事情 不是被霸凌 就是他有时候也因为统才压力 需要就是去声援一下 成为一个霸凌者这样 要帮忙堆一下积木吗 那个 导过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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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有孩子的意见 你看就是没有 要听市长的 行程紧凑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特别抽空观展 走方体验五大展区的互动设计 立委王婉玉也到现场 与玩耍的小朋友互动 做了几次 看起来还蛮有感触的 回去反省看看 每一个都有他的意义 我觉得那个沟通还是很重要 我发现现在 父母常常以他认为是对的东西 压在孩子身上 所以才出现那个 我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功课太多 那你都单向的输出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 那不是他要的 就算不是他要 你怎么会说服他也这个问题 所以对啊 三分之一的儿童跟父母 放弃跟父母沟通 哇这实在是回去自己要反省一下 其实我们一直在台湾推动 这个儿童权力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对这样子的儿童权力的公约 其实非常不了解 那我们看到儿福联盟 这次透过展览的部分 让更多人更有感觉的来知道说 我们到底要如何对待孩子 我觉得很好 比如说在谈到这个心理压力的部分 就用这样子的球来呈现说 其实光是语言就可以造成大家很多的心理压力 不只是大人 其实小孩子更是敏感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些互动的装置 又或者是这样的展览 让大家更深刻的感受到 孩子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又或者是他们前面其实有呈现了 非常多年来的这个调查的结果 知道孩子的心理怎么想的 我觉得都很有助于大人更加了解孩子 那我觉得唯有大人开始了解孩子之后 才有办法尊重孩子 跟孩子达到良好的互动 而我也一直相信的是 一个快乐的孩子 才有可能长成一个快乐的大人 我们才有可能一起来关怀这个社会 所以我其实很支持 有这样子的展览 而且也很支持儿福联盟 这几年来一直大力的推动了 各种权益的部分 这些群都是儿福做的一些调查 青少年这边最常会出现的一些谩骂而自语 像是都是女派的啊 梅家教 低能儿这些 都是最常出现在青少年的骂人的相互之中 一系列的儿哨一体星球 带领大小朋友认识儿哨有可能面临的问题 家长透过直面审视层层对评之下 理解与辨识孩子语言回应需求 期盼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庇护 与安全成长的环境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了推广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中家宽屏携手台师大大传所 在基隆举办推广课程 吸引许多民众报名参加 两天的课程内容丰富 让民众学习用手机拍摄剪辑影片 也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公用频道来发声 工作方的学员用手机拍摄剪辑分享完成的影片成果 还可以向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申请播出 为了推广公用频道 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家宽屏共同携手 在基隆海科馆举办公用频道媒体禁用课程 教学员如何用手机来产制影片 各组完成的作品相当多元 有探讨教育体制的内容 也有介绍暖暖的人文历史 与正宾渔港八斗子地区的观光特色 透过这次课程 大家都收获满满 我来自于新北市 那在朋友的网路平台推广 说有这种剪辑的活动 那个课程 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 那我今天跟我们小组的拍摄过程 我们是以八斗子的小旅行 所以我们走了半天 那把这个小旅行做一个历史的演变 就是当时的北部火力发电产 如何蜕变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所以是在这样走读之下 拍摄了所有的影片 然后我们再陆续的剪辑起来 第一天来写影片的阶级 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是去走读 我们暖暖的这几个 一个就是说文化普及 那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就现场 就可以马上应用 那我觉得说这样子对我们 虽然我们是中高年龄的 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收获满满 我们未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家里的人 或是朋友甚至一起来互动 所以实在我们是想不到说 我们这个年纪的实在 我看现在都大部分年轻人 我觉得说应该呼吁中高年龄 大家都来学 那学会的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 的阶级影片剪辑 觉得这样子一个让我们的年纪 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一直 觉得自己很老 那我本身对摄影是非常有兴趣的 这是我之前是做平面的比较多 那现在是用这个比较新的这种手机 年轻化的这种很便利的工具的话 就是等于又是一个重新的学习 那我会感觉到他说手机确实有他的便利性 因为他好轻喔 然后他也可以直接就在上面做一些编辑 那速度会快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在学区上就是要去熟练他 为期两天的课程理论与实物并重 落实影像人才培训之外 也让学员了解如何善加运用 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来传播发声 举办这个工作坊其实我觉得任务是很艰巨的 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的民众到底什么是媒体禁用 然后媒体禁用其实很简单 其实如果说从有线电视业者的话 就是第三频道 第三频道其实是给所有所有的县市民众 他们去使用甚至是播出他们节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频道 所以他是一个具有这样子一个功用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在那边 然后举办这个工作坊其实 当然最主要最主要的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告诉大家 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讲习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其实是手机 其实现在是一个手机非常方便 而且手机的画质也好 或说整个便利性 其实都是可以创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是相当优质的一个电视节目了 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两天的这样一个课程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媒体禁用 然后进而拍这个节目 然后甚至是拍这个节目 我们经过这种讨论啊 还有拍摄之后 我们等一下会有所谓的一个分享 然后分享之后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么好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内容 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有线电视业者 然后在我们的公用频道上面做一个播出 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边 我们很高兴可以认识到有这一个公用频道 那这个频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明显的告诉我们该规范 那如何不能有商家的名称出现 电话该避免的要避免 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用 就是说我可以想要发挥我想要的议题 然后可以自己制作 让我有一个可以发表的平台在媒体上 这是觉得是非常好 只是好像还继续推广 如果没有这个课程我是不知道的 老人家到处玩啊 可以哦 人手一击就可以拍摄美景啊 但是要把它制作成影片啊 我们还没有学得很好 所以呢 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真的很高兴 就是说 可以以后学习了之后 我们到处旅游 我们就可以制作成影片啊 放在FB啦什么的 或者给家人 或者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欣赏 没想到来到这边 原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公用频道 可以让我们使用很多那个人 人民社会大众都不太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 来了才知道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 可以把好的影片啊 可以给大家一起欣赏 我们也可以上了这个公用频道 去欣赏别人的一些好的讯息这样子 所以很开心 觉得很感谢 又免费来学习 真的我觉得活到老学到好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课程 关于手机剪辑摄影 然后还有就是上传到CH3频道 那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训练 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同时还可以把它制作成影音 同时还有一个很棒的平台 可以跟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是由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 学校团体与民众 播放公益性 异文性与社交性的节目 欢迎民众制作影片 向公用频道申请播出 落实媒体的接近使用权 公用频道赞 为了支持弱势家庭的孩子发展兴趣 勇敢追梦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 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了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也特别邀请爱心大使维里安 和两位小舵手一起拍影片 号召大众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翻转未来的机会 喜欢音乐的嘎嘎与洛洛 演奏维里安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 在儿福联盟小舵手助学计划的资助下 小舵手嘎嘎与洛洛 开心学习吉他与长笛 往音乐的梦想前进 所以这边我们问一下嘎嘎跟洛洛 你们选择乐器的过程 还有接触长笛接触吉他 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源忌讳 我一开始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看人家踩吉他边唱 边自然自唱这样就觉得很帅 然后就去学了吉他车 后来妈妈一开始就很反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叫我唱他想要听的歌 然后妈妈就很支持我 那郭默你也是怎么接触到长笛的啊 我是国小的社团 哦 国小就学了哦 就是老师就是因为看长笛社就是缺了 然后就推荐我去 然后我有回去问爸爸 爸爸也说说好啊你就直接去学 就是女生嘛要有一个一技之长 然后就去学 然后就学到国小毕业 就然后想说国中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学了啦 然后就有社工找到我就说 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继续学 然后想说嗯 那我就把我抽空时间都拿来学这个 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会去聆听我吹的每一首 他都会在车上说我今天听了好感动哦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第一级之类的 我就说你好夸张 我会用我的音乐 给他的心注射一种音乐性质的药物 让妈妈可以很开心很快乐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陪伴孩子追求梦想 特别邀请爱心大使韦里安与两位小舵手 一起拍点亮小舵手梦想音符影片 号召大众透过捐款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一个翻转未来的机会 我愿意帮助小舵手们 不因家庭困境中断学习 陪伴小舵手们 寻找追求未来梦想的机会 好的谢谢韦里安 我想就是儿蒙30年来一直都在协助弱势家庭 但我们在协助的过程中也发觉说孩子除了吃饱穿暖以外 其实他在人身上也会有想要追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他如果喜欢体育 喜欢音乐 喜欢艺术 我们是不是能再多一个资源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在19年前开办了小舵手的助学计划 希望就是说如果孩子他真的会有兴趣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陪着他一起去寻找师资 寻找支援 然后一步一步陪着他们学习他们的才艺 然后透过这些才艺的学习 他们可能会增进他们的一些自信心 然后拓展他们的眼界 对他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非常的简单 有如我们这个牌子上面的游戏 所写的有三种方式三种行动 第一个行动呢 成为助学人 我们就是每月定期捐款 资助弱势孩子学习费用 然后第二个行动呢 可以揪团做爱心 哇大家最喜欢揪团买东西 每个人一百元团购最暖心的下午茶 所以 行动三 分享故事 让更多人看到小舵手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搜寻我们的小舵手 而无联盟的小舵手 喜航助学计划 是的 谢谢维迪安 就是艺术类的 有人是画画 有人是纸粘土这样 那像音乐类就是会有很多种的 看他们喜欢的乐器这样 那体育方面就看孩子喜欢游泳啊 跆拳道啊这些的 都是跟孩子一起去讨论 然后看他喜欢什么 然后拟定个人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开始寻找相关的识资 我们多半因为是弱势家庭 所以的确是在学费上 我们都是全而资助的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碰到的困难在于 比如说有没有相对的失职 所以我们还要陪着孩子去找这样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交通的问题 所以当孩子如果年纪比较小 然后他的那个裁业班 不见得是交通可及的 就要家长在支持负责接送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裁业班老师 其实是很投入的 他是主动自愿来接送孩子 因为家长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不是说只是付学费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再怎样的安排 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持续的 去学习他的才艺 小舵手跟其他的方案比起来 当然他的募款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比较关注说 孩子应该是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 因为我们等于已经做了19年 我们希望孩子 这个学习才艺的东西是不要中断的 我们也除了照顾儿盟服务的家庭 我们今年开始也企图 除了儿盟的家庭以外 去连结社会局的一些孩子 比如说他们如果也真的有心 要学习这些才艺 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讨论 拟定个人的计划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十几年来 服务了300多位的小舵手 会继续再拓展下去 小舵手启航助学计划 帮孩子翻转未来 而福联盟指出 每一次学习都是弱势孩子改变未来的机会 小舵手助学计划资助对象从小学到高中生 助学计划分为音乐 艺术与体育三大类型 分析学习成效 发现孩子们透过接触才艺课程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甚至在师长或同侪的掌声中找到自信与成就感 而福联盟邀请社会各界一起来响应 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圆梦与翻转未来的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佳观评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那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集团关心您 下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动剧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仍团圆 您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位在基隆和平岛东侧的阿拉宝湾聚落 非常有看头 包括龙木井等入口异象的重整 以及聚会所的改造等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 还规划了五条旅游路线 让基隆市长林又昌带您一起去深度体验 经过整修 这座西班牙时期新建的历史建物龙木井 已经换来新 为了改善和平岛阿拉宝湾入口异象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都市发展处及文化局等单位 吸手合作 将龙木井广场及凉亭 重新塑造成阿拉宝湾聚落的新亮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龙木井 把这个顶盖恢复了 这个原来的很朴素的样貌 然后让一个清洁做好 那另外呢 在这个龙木井的顶盖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 那把这个整个文化历史的故事 把它雕刻在这个顶盖上 所以这个地方也兼具了 不仅仅是文化观光 那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也让居民 还是有取水的需求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部分 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用海浪的意象 做了一个 把原来地板破裂的地方呢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让这个木地板 可以做一些 这个美化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就是 在旁边有一个凉亭 那这个凉亭呢 是我们跟居民讨论之后 他们希望在阿拉保湾部落 也有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所以呢 这个地方他们希望有 这个原住民过去 在部落里面都有一个料望台 因为这里是一个入口 所以这个料望台 我们是用了部落的图腾 去拉线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 很破旧的这个 粮亭上面的这一些建物呢 把它去除了 然后把这个料望台盖起来 透过大金融历史场景2.0的串联 我们委托了官交处 来做一个美化 而且跟部落的厨房有一些连结 我想文化之所以要保存 其实是要让它生生不息 那透过观光的手段 来进行整体文化路径的一个改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 我的名字叫感少 感少 感少 拉弓射箭 化身神射手的金融市展流舱 几乎百发百中 让一旁的原住民头目与居民 都竖起拇指大战 除了重塑入口异象 在这一条文化路径上 金融市政府也将聚会所打造成 未来部落再生的核心区域 游客不只可以在这里 成为部落勇士体验射箭 还可以品尝到和平岛特产石花洞 即从海里的冰箱采摘的中罗等新鲜食材 所制成的道地原住民风味餐 这个是用那个香蕉的那个 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包包起来的这个 这个变 对 这个是香蕉的 小鸟 小鸟 小鸟一人 哈哈哈哈 刘洋商强调这不仅是单纯的 文化修复和部落再生 透过市政府跨局处 分阶段的合作 整合文化历史观光及地方创生 让阿拉宝湾聚落成为和平岛观光新据点 也为部落族人带来再生新经济 及提升生活品质 未来像这样子的一个部落厨房 我们相信在阿拉宝湾这个地方 以后不止一间 它可能会有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可能会有更多 租人部落的妈妈 她看到了 所以她也想把这个家里面 她的这个私人的料理 私人的这个手艺 来这个跟我们的文化观光的这些 游客来做分享 那这个就可以达成一个部落经济的循环 西洋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正文表示 目前已经规划了五条深度体验游城 透过专业导览老师介绍 及在地阿美族人的参与 让游客不管是到涉寮东炮台 还是和平岛阿拉宝湾 都能探索秘境走近聚落 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轨迹 记者张启腾 西洋报导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公布四大施政主轴 希望接棒林佑昌的政绩 续创基隆光荣 许多产学界名人前来力挺 公主邮轮集团总监陈新德也透露 如果顺利解封 最快明年四月十万吨级的大型邮轮 将重返基隆港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提出四大政策主轴 包括延续市港再生标杆 全力推动基隆捷运 基隆历史场域再现及海洋城市基隆骄傲 针对市民关切的基隆捷运进度 蔡世英表示综合规划年底将送行政院审查 目前我们跟交通部铁道局 其实有就捷运的部分 做过十几下多次的一个开会 那现在捷运的部分就中央的部分来看 我们的预算会持续的编列 第二个就是说 他现在准备要送还评审查 那我们现在也在 就综合规划的尾端的收尾的部分 在做后续的内容的整理 如果完成的话 在年底会送给行政院 做综合规划的核定 那我们就让他一步一脚运的做下去 因为未来核定完之后就换细部计划 细部计划再来就是工程 对于蔡世英的四大政策主张 出席的产学界名人都以行动力挺 身兼国际景观建筑师协会 亚太区主席的文化大学景观系所长 郭琼莹表示 2024国际建筑师会议 会议地点希望能选择在基隆 2024年的国际会议就在台湾 我们的主题是以海洋为主 所以我已经选好 我已经勘场好了 我想在基隆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花体是在海上 有一个reception 所以我们要找这个工作游人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张柏瑶 则以日前参观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的经验 希望蔡世英能有机会继续接棒基隆 延续城市蜕变成果 过去台湾对基隆又老又丑的这种印象 已经完全根据我们所现在所看到的这是最美丽 最富有人文风景的这个一个城市 我相信无论是我身为台北人或者在地的基隆人 一定非常殷切希望未来可以持续延续这个城市的美丽 制作知名台剧的导演王怡新认为 基隆丰富的历史文化很有资格成为影视产业的大片场 他更宣布未来第三季开拍 基隆将成为主要场景 过程中蔡市长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协助 重此那可能跟他没关系 也是他一样 可是他觉得他愿意支持好的苏州台湾这个记忆的作品 一路走来好多远了 那所以我们有桥台这是一个IP计划 所以我们明年 国际桥台第三季我们决定 明年年初开开 以基隆为主要场景 然后明年我们会开开196台海武器的电影 也以基隆为主要场景 公主邮轮集团行销总监陈兴德 除了肯定蔡市云海洋城市政策外 也透露等边境开放后 明年集团将会有一艘10万顿级 可以承载3000人的邮轮挂靠基隆港 预计最快明年4月成行 全世界嘉年华集团公主邮轮这个品牌里面 全世界第三大的 这个以这个领刻数来讲 是第三大的一个市场 那可见就是台湾人 对这个邮轮的这个旅游的一个喜爱 因为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是澳洲 这都是一个邮轮的一个大国 我们竟然是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邮轮大国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感谢 台湾民众对 对这个邮轮的一个支持 然后他们也很特别喜爱 在基隆港这边登轮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 所以我这边也珍重跟各位 包括我们也已经锁定了一艘公主 在整个嘉年华集团明年会有一艘 会做一个破纪录的最长的 母港的才基隆的一个 一个操作的一个邮轮 它是10万顿级的 这个邮轮能够带3000人的 这样的一个领刻 那已经锁定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等我们的电竞开放 我们就会开始做积极的筹备 赛世音回应表示 目前基隆港东西两岸旅客服务中心 都已建置完成 就等邮轮靠港 它会持续推动整个邮轮产业供应链 让基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邮轮母港 与国际级的海洋城市 为了让海洋生态永续观念向下扎根 由国际狮子会300A2区中北狮子会 和长虹狮子会两会联手 在和平岛阿拉宝湾举行浸滩活动 大手牵小手西家带卷 将近有80位会友共襄胜举 大太阳下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人手一只夹子 最小近滩的志工只有四岁 跟着大人一起捡食保特瓶 清理海岸 近滩点热要来又安保 捡得差不多五六双鞋子了 国际狮子会300A2区 中北狮子会与长虹狮子会 两会联手 在和平岛阿拉宝湾举办金滩活动 大手牵小手西家带卷 总共80位会友共襄胜举 为海洋及环保尽一份心力 那主要我们就是西家带卷 然后其实是要做一个 生教的生命教育 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金滩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教育 下一代因为我们透过看到 原来我们这么漂亮的海滩 然后有这么这样看到这些垃圾 就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透过这个进化海滩教育 我们下一代说我们要好好的 保护我们的生态 这样子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环境 我们今天有大概快80左右 来做现场 然后就是大小孩小小孩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那个行动不便的私友 我们也蛮感动的 他们就是用一份心力来支持我们 然后小小孩也都这样子下来 在就是尽心尽力的在剪这些塑胶的垃圾 我们都很感动 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的期间比较趋缓了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带小朋友出来走一走 那顺便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个 这个浸滩的活动是怎么一回事 那也了解海洋的这个漂流物很多 那我们也尽一点社会的责任 来做这个为海洋尽一份力 做这个社会服务这样子 大手拉小手 浸滩虚拟我 公益活动已经是狮子会 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之一 希望能够为环保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也为下一代做最好的身教 环保爱地球一起捡垃圾 环保爱地球一起捡垃圾 耶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许多银法族 特别是高龄长者 因为激励退化 导致许多问题发生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看见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特地写计划向卫福部争取预算 利用暖暖定详 里面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设置全市第一间免费的 银法健身俱乐部 在专业教练指导运动健身下 长者们增强了激励 也改善身体老化的问题 在经国管理学院专专业教练 从旁协助指导下 七八十岁的高龄长者 利用各种健身器材 练习身体手脚和关节等 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 一段时间下来 强化肌肉力量 也改善了身体 因为老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来这边俱乐部这样 慢慢的运动之后 是不是对您觉得 对您的激励这方面 有比较显著的帮助 我觉得非常显著 因为过去我也有运动 常运动 可是我觉得有那个老师 教练在教完全不一样 因为运动还是要有技巧 要有方法 知道怎么训练 所以他教的那些动作 做了以后很明显 本来我是手肘的关节 膝盖的关节 都会很容易痠痛 早上起来每天都 做了以后 非常轻松 就是有很明显 非常明显的改善 许多银法族 特别是高龄长者 经常因为激励退化 导致许多问题发生 激动市议员联恩典 看见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特地写计划 向卫福部争取预算 并且和暖暖区定祥 里长弘瑞之一起合作 利用暖暖定祥 里民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设置全市第一间 银法健身俱乐部 购买适合老人家运动的健身器材 并且聘请专业教练到现场指导 长者们增强的激励 也改善身体老化的问题 那这些的健身器材呢 不但供应我们 还有这个教练的费用 这个也资助我们 那这次在申请案件中 这也有一百万的经费 然后来协助我们成立这样子 当你借着这一些的运动器材 特别是再加上教练专业的指导 在你某一个方面 比较不足的地方 它可以来补助我们 让我们的肌肉更强健 我相信你有好的肌肉 好的这个角力 你就会想要去做些事情 或者是走到哪里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来申请 这个跟普通 你只有走走路 快走或者是爬山 或者是你做一些健身操 健康运动 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有专业的老师 来协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部位 都能够增强 这是我也在这里鼓励 我们年长的好朋友 我们这是免费的 如果像现在 你如果要到这个健身房去 每一堂课将近 就是要三百块 我想你来我们这里 上一堂课 你就赚了三百 连恩典议员大力的争取下 我们定想这里设立了 基隆市第一个 银法族的健身俱乐部 很希望长辈们 能够好好利用这边 那每个礼拜一早上 七点半到九点半 礼拜二一点半到三点半 礼拜五的八点到十点 这边有专人在指导 欢迎长辈们一起来利用 强迫我们的 强健我们的体魄 陪同家中长辈来运动的一位家属 特别感谢连恩典议员 让家中长辈在专业教练指导下 健身运动 改善晚上贫尿的问题 连恩典听了很高兴 也很欣慰表示 目前已经请专业教练 培训里内志工帮忙 希望可以扩展俱乐部 开放健身的时间 帮助更多银法族长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尽向防疫